HKPenu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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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我看到輪動圖,好像打風似的 我一向都是這樣,這是船風 鳳雁,我們先出個圖 大家又看到今個星期的板塊輪動圖 我很認得日本那個 日本這個,很認得金融那個 上週五,我還說橫行橫行,現在有點... 你發覺,可能跟年尾有關 這兩個星期,就算在領先方格的領先板塊 其實全部都得到的 能源、工業、日經指數、金融 最領先的金融,其實全部都得到的 因為這兩個星期,成交... 疏落 疏落 疏落了 還有很多遊戲經理都很收勞 你鬼佬要過節 他們過節就好像中國人 要穿州各省回去梁家,回去鄉下過節 很多都... 所以,他去紐約的很多都是... 不是原籍紐約的 所以,現在可能好像深圳那樣沒有殺人 這麼快?深圳沒有殺人? 尤其是,在時代廣場倒數很多人 但是,很多都會回鄉下過節 回家過節 所以,你見到是... 倒數了 其實呢,這個情況是健康的 我覺得 因為一隻股票,還有一個板法 你沒有理由是指升不跌的 你始終都會回一回 譬如日經那樣,落一落 再配合動力又上升 而金融也會是 你見到他都是... 但,無論他怎樣得到 他依然都是在這麼多板法面 就是最領先的 這個就跟... 其實剛才雲圖說 如果特朗普政策 它是落實,又不是很走數的話 其實金融板塊一定是最受惠的 因為金融以為是佩業之務 其實這個星期的板法流動圖 其實相對很簡單 雖然你看到比較花一點 你細心看,其實就走兩邊而已 一個就是落後,落後板塊 基本上呢,恒指,各指 各指正式這個星期進入落後板塊 你見到這一點紅色就是各指 恒指上星期已經進去了 這一點,一個星期前已經進去了 那星期市場就... 亞洲星期市場就... 繼續是... 在落後 而你見到TLT 這個二十年長期債券和黃金 就依然一直都是在落後的了 那還有呢 TLT那個動力呢 是更加跌得快的 你見到呢 基本上他們開頭都是在一起的 之後就有少許分差 那就是黃金就還有些動力 可以頂一頂 那但是呢 這個TLT那個動力的減速 就比較... 相對黃金比較再快一點 所以就掉到角落頭 金融板塊就在另一個角落頭 就在領先的角落頭 而基本上在轉弱呢 其實只剩下科技板塊 科技板塊 你見到這兩三個星期 點同點之間的距離是短了 相對地呢 你見到它的跌幅和動力都是減弱了 所以在每一個星期 它動得比較... 幅度會比較少 而... 就算在改善板塊上面 就更... 更... 你見到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奢侈品版塊 XLY 它就曾經... 上了上去 大家打算去剷入這個領先 誰誰知道呢 它都是回落 就是在一個感恩節之後 那幾星期 尤其是十月頭的幾星期 就是開錢的人 感恩節之後買完東西了 就不奢侈了 沒有錢 基本上出現商量 買了奢侈品 你見到必需品 其實都沒有什麼反彈 雖然在落後板塊上 XLU就是公用板塊 XLV就是醫療的器材 它都有少許反彈 但基本上勢依然是落後板塊 都是昨晚反彈的 這個是1.1個星期 就是這兩三個星期 所以這個版法輪動圖 這個星期其實沒有什麼大啟示 如果恨指下個星期 這個星期升了 下星期會不會縮上去 會的 會有機會 動力要夠 動力要先 動力要夠 動力要夠就會繞上去 繞上去 有機會有幾大同力 他可能不需要經過這個改善 直接繞個圈 一個U-turn 就進入轉躍 可以由轉躍直接上去 領先都可以 不過就要很大的動力 起碼要1千億石膠 因為打直就是一個動力 打橫就是相對表現 就是股價 要動量齊升 這樣才會可以 不是這樣繞個圈 不是一個圓形的輪動 就是U-turn回去轉躍 再直抽上去這個領先 那基本上到時 我不展示這個圖 你都知道 因為那些市場一定 可能是800億成交以上 過千億成交 才會有這樣的動力 所以這個禮拜 版法行動圖 就很簡單 其實啟示不大 因為即使金融版法 你看到是有少許回落 一會兒我們看 SCTR的排名榜 都會看到 但依然它都是比其他的版法 我們有九個版法 比其他的八個行業版法 都是領先的 還要領先一大部分的 所以暫時就 如果持有了金融股 就不需要擔心 如果未有金融股 其實都可以考慮 在這個時候 或者過月年 就是多看一個星期 再回落一點的時候 你可以再買回 因為有機會好像日經 它又會再繞上去 總之它依然保持在領先的方格 都還可以繼續持有 或者可以增持 我們就很快去看 這個星期的排行榜 NVIDIA 剛才阿佳跟我說 NVIDIA有些新聞 被人追擊 被誰追的 我不懂得讀 我聽說香蒜 香蒜 很好味的 不說以為是吃的 Cexitas 香蒜是專門追擊一些 他覺得 overpriced的股票 他當年追擊過3333 恆大 之後被人 Kill它 被待會禁足 所以他回去 美國賺錢 應該是 也無可口非 簡單說 三個星期前 我們才說 NVIDIA是100元以下 當晚是98元 做節目的時候 做完節目 兩個小時之後 開市 就已經升穿了100元 突然升穿上去 很正常的 有點回落 但從那晚開始到今晚 到前晚 前晚 最高是做120元 119.2至120 差不多 三個星期升到20元 由98元升到20元 大概是五分之 二十個百分之 二十個百分之 三個星期 所以當一隻股票這麼急 有回調是很正常的 有調整是很正常的 但你看到 在SETR這個表裏 彭博的分數是99.9 即是最高分的 即是沒有100分 已經是99.9 保持幾個星期 99.9 上星期都是第一位 如果你看上星期的圖 這兩個字都是一字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說 那是不是代表 它的勢開始轉弱 我只可以說 它有一個調整 我們看不到它轉弱 當然它之後 直插下去也好 或者十級以下也好 就是之後的事 但如果我們現在看 我們能夠分析的數據 它現在都是強勢的 它現在都是強勢的 你看到 這個項目 就叫做 四年高位對65% 其實就是我們的止蝕位 你看到 今個禮拜 我做多一點事 就是 highlight了某些股票 highlight了 代表什麼呢 代表 如果你持有 今晚就要改 你的止蝕盤 因為這些股票 又再創新高 OK 其實你看到 在頭二十隻 裡面 有一二三 四 五 六 這隻 我記得也是有的 有六隻 都是 在過去一星期創新高 所以我們要改這個止蝕盤 止蝕盤 現在變成止蝕盤 可能是 它跌了15%來之後 你到底是止蝕還是止蝕 止蝕 止蝕都要下跌一點 總之 它的股價 雖然 整體的大市成交弱了 或者是沒有怎麼動 但它依然有些股票都是 創新高的 還有你看到 很多都是金融股 不僅是Media 第二、第三位 也是金融股 都是創新高 一路數下去 你看到這一堆 基本上我今星期早就統計 讓我開個表 好啊 今個星期 慢了一點 可以了 等下 快走啊 老人家 好 今個星期 在頭三十位 金融股上星期有二十二隻 三分二 今個星期只少了一隻 只有二十一隻 順帶說 今個星期的操作 只要買一隻 買回一隻 我們曾經沽過的金融股 因為它已經由上星期 二十四位 跳回到二十位 所以今個星期就要買了 而今個星期 是沒有東西要沽的 沒有股票 是由頭二十位 跌出去 由頭三十位 跌出去 三十位以外 即是放到明年 放到明年 放到明年 所以 2016年 最後一個操作 就是買一隻股票 所以 做完十五分鐘之後 做完 就可以大教訓 今晚 不用搞什麼 另外 有一隻 上星期十八位 剛剛跌出去 二十一位 所以我們就 不動它 又是JP Morgan 基本上 我們頭三十位 都不動 由二十跌下去 二十至三十位 都不動 另外 還有一兩隻 另外 還有一些 上星期 在沙維爾 內 今個星期 跌出三十位 所以 在沙維爾內 金融股 都沒有怎麼動 數目都是上星期二十二 今個星期二十一 而科技 多隻 由一隻 變兩隻 科技股 在頭三十位 詳情 我就不說 因為我都會出貼紙 沒有 OK 所以你看到 歐科來說 為什麼金融股 依然會這麼硬 其實很多金融股 股價是跌了 股價跌了 譬如說 剛才還沒說 第一節尾 阿雲同運 那今個星期 組合的表現是怎樣 今個星期 去到昨晚為止 昨晚是 計算現場 家業時段 今早 總回報 累積回報 是19.25% 比上星期 跌了1.5% 不是很緊要 因為上星期 是20%以上 22%跌到20% 今個星期 跌穿20% 連結多少 連結19.5% 恭喜2017年 2016年賣年 就是19.5% 12.25% OK 很成功 我們做了兩個月 都是玩了兩個月 11個月 11月初開始做 如果有留意我們節目的人 就知道 所以證明這一套拳 都是 可行 有效的 可以說有效 暫時還有效 正如我經常都說 我希望 美股是來一次比較大的調整 要考驗一下這一套拳 要考驗一下這個組合 到底承受能力有多高 那大家要等了 要等2017年才 不好意思 要繼續聽我們的節目去追著 OK 剛才說 為何這個金融股會這麼硬 其實都是跟特朗普有關的 因為它硬正 因為特朗普本身的形象已經很硬正 再加上現在市場最關心有四樣東西 就是 在特朗普下個月20日就職之後 到底第一 美股可不可以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可不可以升穿二萬點 等很久了 那些人 其實這個是心理關口 不是阻力來的 基本上 突然間來又來 突然間來又來 對 其實現在 他內不內 突然間有一萬 升百多點 這樣就升百多點 因為現在距離二萬點 是不夠一百點 即是百多點 19819 對 19819 對 八多點 所以他基本上 一晚至兩晚 稍為有好些消息 就可以升穿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坦白說 我也是 即是他升穿了沒有什麼意義 但這是一個心理因素 另外就是 美匯指數可不可以繼續 維持強勢 特朗普的八日新政可不可以 會不會走數 還有他 最重要的是 到底是不是 列根二號 列根二號 列根二號厲害了 其實你看到坊間的評論 甚至包括花生台的節目 都經常說 特朗普可能是 第二個列根 最主要因為 先說說列根當年 其實我也很小 我也不太知道 列根為什麼 這麼威風 我只知道他是演員出身 我當時也很小 基本上不問世事 原來話說 在1966年 越戰升級的時候 其實美國打了仗 那些資金當然要走 逃向全世界 令到美股從六六年至七四年 這八年中 面對一個大紅市 基本上 在那八年中 基本上 參與美國沒有人買股票 你買股票是傻的 應該買債券 因為那時息是高的 直至八十年代的時候 列根就擊敗了民主黨卡達的總統 卡達就是發生佬 其實他幾次奧巴馬 為什麼叫做發生佬 知道嗎 因為他是農夫 他幾次奧巴馬 他幾次報仇 但他是好人 很溫和 他四任之後 他也做了很多善事 世界和平的事 公職的事 現在上台之後 推行一個 當時叫做 Supply Star Economics 現在中國抄襲 中國現在叫做 供給側 我聽到也不明白 我當年聽人說 供應學派的經濟 供應方面的經濟 簡單來說 怎麼為之供應方面的經濟 其實是減稅 減稅來刺激的經濟 就不靠人人指 基本上上初期 其實美國的通脹很嚴重 如果你記得你爸爸那輩子說 經常都說 喂 我們當年公樓 十多年都照是買樓 二十年 二十年 講給我聽過 那時候就是 Bond Center 現在的金鐘 只是沒有錢建 因為息口太貴 所以 當時的息口太高 通脹嚴重 令到80年代頭 1882年 是有嚴重的滯脹 到最後 就是當時的聯儲局主席 福克爾 用這個高利率 將這個利率 抽高 強硬將它打死通脹 抽高 去到通脹以上兩厘 通脹現在是8 他就10厘 10厘 通脹再升 去到9 他就11厘 一路升上去 看你捱得多久 就 看市民捱得多久 如果你記得當年 許貢傑常常唱的 那首歌 加戒爾潮 唐佑佑佑佑正 就是1882年的時候 很久沒見過 這代人 阿佳也沒見過 沒有見過 沒見過 一百多年我在 都沒聽過 那時候 你買魚蛋跪了 什麼時候 你讀書的時候 向下買魚蛋 為什麼是五毛錢一轉 如果是一元轉 那時候五毛錢都問老爸拿 我怎麼知道 那時候 那時候儲錢 是真的可以儲錢的 因為銀行利率是高的 儲租利率是高的 你真的可以儲錢的 那些退休人士 可以靠食息去保持生活 因為息口高 十多年 一年 你放一百萬進去 一年有十萬 但你欠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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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十萬 你一年都有一萬 那時候 一萬元一年都很小 如果你欠人十萬 明年就欠人十四萬 那時候我記得一個月的人工 我老爸那一輩 四五五六千元 不夠一千元 八十年代沒有四五千元 那時候一個 一千千多元的辦公室 那時候很聰明 那時候很聰明 在銀行找二千元的工資 那時候很厲害 那後來我自己出來工作 我找三千元的工資 應該很聰明 他說我沒用 沒用 因為旁邊的那位 那位是你 那時候我已經大了 那時候我大了 十幾年之後 那我找三千元 那我沒聰明過二千元 這個我也感受過 現在也是發生這件事 現在也是這樣 所以在列根的時代 他除了減稅 克服了這個通脹 即是收服了這個通脹 之外 他另外就是放寬了金融管制 這個厲害 這個跟特朗普一樣 又是放寬金融管制 放寬金融管制 所以現在你見到特朗普 他所說的話 被人這麼多幻想 令到人很視乘相識 就是因為當年列根幾招 都是用這些 所以你不說這些 大家就不明白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對於 即金融股可以升極都有呢 你看剛才那個 板法輪動那條線 就是火 好像發射導彈 那條尾 就是那條尾 跟著上 就是因為 其實整個市場 是對特朗普的政策 是有憧憬 即是就算金融股 現在來說 都還便宜 其實現在金融股 17年那個 預測市盈率 其實只有13.8倍 而這個標準庫二五百指數 17年的預測市盈率 又有17倍 那你說是相對金融股是便宜的 沒錯 說事實就是這些 所以變成了 遊戲機裡面的分析員 都是用這些基本分析去計算 基本上 就像我一樣 那套 或者系統說這樣 那我就照做 是吧 那學生與你所說 之後對還是錯不知道 做了才算 一定是做了才算 但當個個都做了才算 那一定是對 當個個都跟著你做的時候 你平倉 那你不用平倉 等他繼續去先 我覺得不用平倉 因為今個星期 我們來看一些事實 就是說 很多人就說 特朗普說 現在這個世界 不用怕 我未上場就已經帶來希望 美股就已經有新的狀態 已經講到自己幾威 但專家分析 原來今個月 為什麼他一上場之後 就馬上升得那麼厲害呢 原來美國第三季的公司業績 我也不知道 懷疑 懷疑奧巴馬是有心的 造就一個好的經濟環境 是比希拉里 本來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 打算給你一張好牌 大家猜第三季只有1%增長 現在有4%增長 現在問題出現 就是第四季 現在在美國經濟 那個消費 今個萬聖節後 消費了5萬億 所以 其實公司 無論公司 那些消費 應該可以延續在第四季的業績 都是好的 所以 美股的人 估2017年 第一季就要散 其實是錯的 因為你怎樣都要等一月 那些公司業績 公佈回第三季的業績 甚至乎第四季的業績 講了出來 然後再講一個願景 會不會保持到 這個願景能否保持到 就要等於特朗普的政策 能否落實到 所以 這個美股 現在講的 剛才講的 S&P是17倍PE 就是基於這個原因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美股是20倍PE由上 為什麼我經常說 港股的PE就是 為什麼我經常都覺得 不應該跌穿2萬點 因為如果港股一跌穿2萬點 以現在港股24萬5千億的市值來計 就已經跌穿10倍PE 所以其實港股多一千點 就真的借錢也值得 因為大家和美股差了一倍 就算美股是怎樣飆青的表現 你突然說借錢也值得 大家都呆 我突然說一說 想一想 不用想 我意思是用孖錢來買都值得 借錢的 你用槓桿來買都是值得 所以我的理論 如果你看美股 很多人就說 第一月份大嵐 其實不好意思 你真的要先等業績公佈 以及真的要先等一月20號 特朗普上場 所以Daniel同意我這個想法 我絕對同意 因為其實今年2016年6月 即是年中的時候 已經有分析機構在估計 如果美國利率每提升一個百分點 美國銀行的盈利 正利息收入可以增加60億 所以你看到 特朗普的政策其實都是有利有弊的 因為他基本上 如果他維持一個強美元的話 他就會令到美國科技 醫療保健 以及消費品 這些跨國企業 那個收益 因為他們的收益 很大部份來自海外 跨國 麥當勒 那些 甚至科技股 例如IBM 蘋果 賣貴了 蘋果 甚至NVIDIA 他們的海外收入 其實海外的收入是大 所以美元會過很多 所以你看到這幾個板塊 近期都是頂住 或是去轉弱區 或是在改善區都上不到 其實都有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他維持了強美元 或者加息的時候 令到美元強 於是這些板塊的海外收益 就會相對低了 但是呢 就不影響本土市場的銀行 對 所以你看到 其實呢 又要去到這個排名榜 即是我們今週講得細細一點 一個星期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事 你可以看看 這裡有一批財政策的股票 有哪間你認識的 頭那十位 除了美國銀行之外 都是local的銀行 除了Bank of America 這當然是 他排第九 排第十就高盛 就是看這邊 九和十 基本上 你見到 再對上 Citizen Financial Sion Bank Corp 州的銀行 Commercia Region Region Financial Lincol National Corp Key Corp 這些全部是不認識的 全部是不知道 這些本公司或者銀行 是到底 連名字都沒有聽過 以為是很細間 像是長洲銀行 但是 你叫長洲銀行 例如舉例 你叫長洲銀行 長洲銀行 你也不叫長洲銀行 我告訴你 你也不叫哪 就是這樣 所以有人說 我買了一隻 Sion Bank Corp 很低位的時候 現在買了兩倍 一倍 你說你不是傻 長洲銀行 你有沒有上市 讓我這麼順利 我真的複製 所以你見到 美國本土的金融機構 他們的動力 能夠保持有原因 就是因為 整個特朗普政策 是令到專注本土市場銀行 那個受益程度 比其他人大 基本上 美股的展望 差不多 說了一點 說不完 因為始終我公平一點 講國內我就 政策出來 講美股 始終都要等特朗普上場 是的 一二十 一二十 剛才我們講三樣 我們現在講 詳細分析就是一樣 就是講美元的強弱 另外那些減稅政策 還未知的 我們還未分析 還未講為何 那時候會對我們受惠 那些我們留下星期再談 好了 今節時間差不多 下次回來 待會兒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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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